对联上下联怎么分左右,贴对联时应将上联贴在右边,下联贴在左边,之所以这样张贴,是因为执行书写都是从右到左,所以念对联也是从右向左念。 一般上下联按照字调平字含义方法,场面范围按语言习惯区分。 一,按字调平字含,对联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,比较讲究平字,这是对联的特点。 如果要区分上下联,我们可以看对联的最后一个字。 具体来说,上联的最后一个字一般是字含,下联的最后一个字一般是平生,否则读起来就会感到非常别扭。 二,含义方法区分。对联不会平白无故地乱写,每个字都是经过慎重决定的,每副对联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。 在写对联的时候,普遍把含义深刻地作为下联,上联的价值更多是在引导作用上。 上下联基本属于因果关系,因是上联,果是下联。 三,按场面范围分。在时间、空间、具体事物上,一般是从左到右,从大到小,比如年年过年年年好,月月赏月月月圆。 年比越长,所以年年过年年年好是上联,月月赏月月月圆是下联。 四,按语言习惯分。区分对联,其实很简单,对联基本都是按照语言习惯来写的,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习惯来分,比如福如东海长流水。 寿比南山不老松,人们常说福寿双拳从来没有寿福双拳的说法,所以就很容易区分出来了。